第557章 庄瑞订婚 上 从结了婚之后 欧阳军也不想占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了 已经准备把会所关掉 以后的投资重心就放在房地产项目里面 所以他花了一亿多的资金 买下了一家颇具实力并且有资质的建筑公司 可是也正因为如此 欧阳军的手头变得非常紧张 他那会所变卖出去 倒是能值个一两亿 但是这关节眼上卖会所 不免会被别人看笑话 明眼人自然能看出 欧阳四少缺钱用了 我 我前期的投资倒不是很多 大概有两亿左右 不过还有些人情在里面 你要是真想入股的话 拿出两亿五千万 我算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欧阳军仰头坐在沙发上 思考了几分钟之后 终于给出了答复 虽然欧阳军只掏了两亿 就要占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庄瑞拿出两亿五千万 却是只能得百分之四十 看来有些不公 其实欧阳军如此做 已经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了 欧阳军所开发的那个大型花园式住宅小区 其成本核算大概在五亿左右 但是一旦开发完成 市场价格高达二十亿元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说 庄瑞投入的两亿五千万 在一两年之后 就有可能变成十亿 所以 手里拿着资金 想要在欧阳军这项目上参合一脚的人 大有人在 即使欧阳军只给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也是有人打破头抢着要的 能给庄瑞百分之四十 欧阳军已经算是非常厚道了 这项目绝对是稳赚不赔 是个人都能看明白 白风已经追在欧阳军屁股后面半个月了 欧阳军都没有松口 这样不是庄瑞 欧阳军压根就不带他玩 撑 四哥 就按照您说的办 不过这几天我没时间 股份什么的 您看着处理吧 庄瑞没让欧阳军等太久 在心里略微的一盘算 就答应了下来 他上次听欧阳军谈过这个项目 知道那里地段不错 加上现在的房地产热 把钱投进去 肯定比留在银行吃利息高的 你小子 眼光还真多 胆子也够大 怪不得能赚下这份家业 欧阳军见到庄瑞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就下了决定 就连他也是自惨不如 什么东西都没见到 就敢下两亿多人民币 如果两人的位置兑换一下 欧阳军自问 自己是绝对不敢的 最少在之前 他要了解一下相关的资料才行 嘿嘿 四哥 我只出钱 房子卖出去之后 按股份拿钱 别的事我一概不管 你也别来找我 庄瑞嘿嘿一笑 从手包里拿出了那张还没五热乎的银行板票 交到了欧阳军手里 说道 这钱一共是四千万欧元 您拿出两千五百万来 剩下的还是给我办成瑞士银行的本票 庄瑞士考虑到 自己日后万一要出国的话 就不用再找欧阳军兑换外汇了 这一千多万欧元在手上 一般情况下 到哪儿都够用了 至于在国内 他还有一千多万人民币 并不是很缺钱花 再说 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 新疆那边也会有一笔款字进账 应该在一亿人民币左右 庄瑞现在所需要做的 就是找一些有前途的项目 把这些钱投资出去 庄瑞现在不查钱 但是他很享受投资所带来回报的那种快乐 这种感觉 要比他淘宝眼漏还有成就感 毕竟在鉴别股丸上 即使淘宝捡好东西 那种快感都不是很强烈了 成 股份转让的那些子文件 我回头让人办理一下 拿来给你签字 先回去了 不然你嫂子在家又要着急了 俗话说 肥水不流万人田 在庄瑞这里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虽然自己要把蛋糕分出去将近一半 但是怎么着也没便宜万人 欧阳君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送走欧阳君之后 庄瑞回到房间洗了个澡 然后进入到自己的地下室 现在地下室的古玩架子上 已经多多少少的摆上去了一些物件 不像开始时那样空空荡荡了 或许再过上几天的功夫 一批闪烁着耀眼金光的黄金 也要位列其中了 庄瑞现在心中有个规划 等自己再稳定一些之后 就准备到国外去转一转 利用自己眼睛的特异之处 把国内流失在国外的文物 力所能及地收购回来一些 当然 他并不是想把收购回来的物件捐献给国家 但是自己办个博物馆还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私人的古玩博物馆 在国内已经有两家了 对于古玩 庄瑞现在的心态是越来越像一位收藏家了 每次他进入到地下室 去观摩那些字画陶瓷的时候 心灵总是特别的宁静 每件古玩的背后 都隐藏着历史中或真实存在或无法考证的故事 这就需要人们去猜测和揣摩 这也是收藏的乐趣所在 随着对古玩知识的深入了解 慢慢的 庄瑞已经能感受到 蕴藏在古玩中那种沉甸甸的历史沧桑感 仿佛一卷卷画面 把它带入到了历史长河之中 独自一个人在收藏室里待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庄瑞才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回到了房间里 倒头沉沉的睡去 庄先生 这 这灵带不打 领结还是要的呀 在庄瑞的后院里 此刻是热闹非凡 一大帮人围在这里 正准备看庄瑞的笑话呢 一个被欧阳君找来的女化妆师 正拿着个领结 在帮庄瑞整理着服饰 而庄瑞此刻虽然是羞红了脸 但是脸上却看不出来 因为刚刚被打了粉底 今天是庄瑞订婚的日子 本来想着仪式在酒店举行的 不过想想来的都是亲朋好友 欧阳老爷子也会到场 去酒店似乎有点不合适 倒是不如在庄瑞这所 极具古代风格的四合院里举办仪式了 至于订婚酒 则是等到仪式结束后再去往酒店 早上六点多钟 庄瑞就被一帮子人给折腾起来了 几位同学加上欧阳君 还有年龄明显比他们大了一圈的宋军马胖子 都来凑热闹了 把庄瑞整得是苦不堪言 行了 快点出去接客吧 欧阳君的话说得庄瑞直翻百言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走到中院 和秦宣斌会合之后 走到了四合院的大门口 兵牌站在了一起 媳妇 冷不 二月的北京 天气还是很寒冷的 庄瑞见到秦宣斌虽然穿了件大红的棉袄 但是还是怕从小生活在香港的他不习惯 我冷啊 庄瑞哥哥 你能爸爸我吗 站在庄瑞和秦宣斌对面的伟哥 听到庄瑞的话后 突然拿捏着嗓子 学起了女声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让巷子里许多老住户们都伸出了头 在看着这家热闹的场面 滚一边去 庄瑞没好气的骂了一句 没看到哥们这大冷天的还是西装衬衫吗 不过幸亏那衬衫里面还有保暖内衣 否则 庄瑞早就撑不住了 马胖子捅了一下宋军 说道 老宋 咱哥俩应该再从大门走上一次 祝福他们一下 得了 你不就是想显摆下礼物吗 宋军被马胖子给拉了出去 在回来的时候 马胖子手里拿着一长条木盒 显然应该是一幅画 而宋军的手里则是拎着个轻飘飘的锦盒 包装得很是精美 庄瑞弟 哥哥我没什么文化 不过正努力向文化人靠拢呢 这是我收藏的一副明朝旅记的贵局山秦图 来个小哥们 把这画打开看一下 马胖子招呼了一下杨伟 让他尺度一边画肘 缓缓地将这幅画给展开了 老爹 这些鸟 八个 菊花 秋菊 尊属祥瑞 寓意富贵荣华 吉祥长寿 老哥祝你和秦小姐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马胖子的话迎来了一阵喝彩声 钟瑞也是连连拱手 心中感激不已 在场的众人都是外行人 他们不清楚这幅画的价值 但是钟瑞可是明白得很 吕继自镇庭 浩乐瑜 明洪志年间的宫廷画家 官至锦衣卫千户和指挥同志 这在明朝可是位高权重 吕继以花花鸟著称 其典型风格为工笔重彩画法 亦能工笔淡彩和水墨协议 索取题材多赋予吉祥富贵的寓意 形式上也追求富丽华美的审美京剧 带有鲜明的宫廷艺术特色 其画风在明代宫廷画鸟画中影响最大 吕继的画风细腻为后人所推崇 存食量并不是很多 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 像马胖子拿来的这幅 师父纵一百厘米 横五十五厘米左右的真迹 要是拿到拍卖会上 最少要在五百万人民币以上 马胖子这手笔不可谓不大 行了胖子靠别让让 马胖子身后的宋军 把马胖子往边上挤了挤 抬高了手中的锦盒 说道 庄老弟 能不能猜出老哥拿的是什么礼物啊 第五百五十八章 庄瑞订婚 中 宋哥 您和马哥能来 就是给足小弟面子了 马哥这礼物推贵重了 您就包个两百块礼金得了 庄瑞苦笑了一下 马胖子出手就是价值几百万的古文 想必宋军拿出来的误解 肯定不会太寒碜 他收的有些手软了 这可都是人情 扯淡 打我脸不是 两百块钱 亏你小子说的出口 宋军被庄瑞的话 说的哭笑不得 他要真拿出两百块 封个礼金 那以后真是没脸面出门了 现在这年头 小门小户的喝个喜酒 那也不止两百块钱呢 宋军还真是丢不起那人 不是那个意思 宋哥 得了 别磨叽了 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 拿好了 宋军白手打断了庄瑞的话 把他手中那个轻飘飘的锦盒 往庄瑞手里一塞 庄瑞只能苦笑着接了下来 诶 是乡足笔记手册 宋哥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打开锦盒一看 庄瑞顿时愣住了 这物件还真的是曾经属于庄瑞的 而且还是庄瑞这辈子捡到的第一个楼 卖给宋军所得到的三百八十万人民币 也是庄瑞人生所赚得的第一桶金 我知道这是你小子第一次捡漏得来的物件 所以从老爷子那里要了回来 给你自个留着做个念想吧 宋军是玩收藏的 自然知道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踏足这个圈子后 第一次收藏的物件记忆深刻的 所以特别的挑剪出来送回给庄瑞的 看到这本手册 庄瑞心下也有些唏嘘 虽然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当时的那一幕 那大雪天站在流川门口的老妇 仿佛就在眼前 以后要是有机会 要补偿一下那位老妇 庄瑞在心中默默地想到 也正是因为这本手册 庄瑞才知道灵气是可以分辨古丸的 从而才进入到这个行当里 宋哥 谢谢您了 这东西我收下了 对于庄瑞而言 这本手册的纪念意义 要远远大于这物件本身的价值 加上宋军的这份情谊 这件物件 其分量已经不比马胖子所送的贵局煽情图情了 甭和我废话 我家老爷子大寿的礼物还指望你呢 到时候别拿不出来就行了 这事儿 宋军算是赖上庄瑞了 谁让你小子得的好东西到处显摆的 庄瑞没接宋军的话长 嬉皮笑脸的说道 嘿嘿 宋哥 您不如把那幅唐伯虎的李端端图一起还我算了 管一边去 就这首次还是我偷 而不 没给老爷子知道顺出来的 那幅画 那小子就憋想了 行了 老马 咱们进去喝茶去 别和这小子在这里扯淡 宋军美好气的横了庄瑞一眼 在刘川的带领下 进入到中院里 今儿个不仅是刘川 包括伟哥等同学都成了跑堂的了 来往于门前中院接送客人 有客到 站在门外的老三 突然粗的嗓子喊了一声 庄瑞伸头往外面看了一眼 就见到从巷子口走过来三个人 连忙跑向台阶迎了上去 德叔 孙老师 金老师 您几位怎么一起来了 中瑞招呼了几人一声 转过头来 对着秦宣冰说道 宣冰 这是我的老师德叔 这位是金老师 和孙老师 都是古玩行里的前辈 德叔好 金老师 孙老师好 谢谢几位能参加我和庄瑞的订婚仪式 秦宣冰跟在庄瑞身后 落落大方的 向几人问了声好 好好 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啊 德叔听到庄瑞那句老师的话后 一张老脸不禁乐开了花 自己算是没白叫道庄瑞 在几位老朋友面前 倍儿掌面子呀 德叔 您几位先进去休息一下 喝口热茶 庄瑞知道 德叔和孙大胜的关系十分好 不过没想到 几人一起来了 连忙喊了老三过来 让他带人进中院喝茶 金胖子白手打断了庄瑞的话 说道 不急 邓老弟 这个你订婚 老哥也要凑个去 给你带来了两个故事 咱们先看看 庄瑞这才发现 几人手里都拿着东西 连忙说道 金老师 你几位能来 就是给我天大的面子了 咱不讲究这个 庄瑞这话是真心真意的 眼前的几人 在古玩行里 都算是他的师长 这礼物不礼物的 还真是无所谓 诶 古人说 金榜提名石 洞房花竹叶 这都是人生大喜 我们拿点东西来 是应该的 金胖子笑呵呵的说道 他手里 拿了两个长条硬纸盒子 先是把一个盒子 交给了德叔拿着 然后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卷筹 说道 老弟 这幅画 是你曾经交给我鉴定的 现在结果出来了 这幅观光像 是张大千 在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 纺制的 张大千临摹的话 庄瑞愣了一下 这幅持幅不大的画 是他上次 在京城黑市拍到的 当时他看到里面的灵气泛黄 还以为是清朝某人防治的 没想到 居然出自张大千的手笔 不过想想 近代藏品有些物件里面 灵气也是橙黄色的 张大千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 庄瑞对他也极为了解 可以说 张大千是天才性画家 其创作 包重体之长 兼南北二宗之富力 即文人画 作家画 工情画 和民间艺术为一体 与中国画 人物 山水 画鸟 鱼虫 走兽 公笔 无所不能 无意不经 张大千的画风 在早中年时期 主要以临谷 仿谷居多 花费了一生大步的时间和精力 从清朝一直上诉到隋唐 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 从临摹到仿座 进而到尾座 张大千三十岁以前的画风 可谓倾心俊矣 五十岁近于 瑰丽雄习 六十岁达到 苍身渊墓之境 八十岁以后 细致纯化 鼻茧墨淡 其独创的泼墨山水 七尾瑰丽 与天地融合 增强了 意境的感染力 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在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的时候 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子 被称为中国画坛的 蜀忠二雄 三十年代 他与北方大画家 朴鲁其名 被称为中国画院的南章北谱 被国立中央大学 聘为艺术教授 徐悲鸿曾盛赞张大千为 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仙居士 也是近代画家中 作为作品最多的一个人 他所伪作的古画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有时候 他伪作的画被鉴定出来之后 要比他赎款的画作 价格还要高 也可谓是画坛的一段佳话 对 这画是老师鉴定出来的 绝对出自大千之士的手笔 他很少仿作古代人物画 他的人物肖下 价格很高 这幅画虽然尺步不大 但是上拍卖会的话 最少要一百五十万人民币以上 你算是捡了个大漏了 金胖子知道 庄瑞这画是五千块钱 满到手上的 所以才有这么一说 而且经大师鉴定留印的话 在其市场价值上 无形又会高出一些的 真是谢谢先生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 还要去聆听先生教诲的 庄瑞对于金胖子的老师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没想到 自己逃来的这幅画 又是大师亲手给鉴定出来的 行了 这画是你自己的 以后留着慢慢看吧 我给你带来一幅字 刚巧 也是大千居士写的 算是硬个景吧 金胖子拿出他送庄瑞的这幅书法作品 尺步不大 上面只有两个字 竹趣 字体劲拔飘逸 外揉内刚 最后的落款是 蜀人张大千 下面还有两枚印章 英文分别为 蜀郡张元和往师元客 金老师 谢谢 真的不好意思 让您破费了 张大千的画作 要比书法贵出许多 现在的书法作品 大概是三万亿平方尺 这幅字不到两平方尺 也就是五万左右 以金胖子和庄瑞的交情 这礼物已经算是很厚重了 我这个不算什么 看看你老师送的是什么物件吧 我们一路问了半天 德老爷子就是不肯说 肯定是好玩呀 金胖子摆了摆手 把东西交到庄瑞身后的伟哥手上 杨伟知道这东西贵重 连忙给送到中院的房间里去了 中院的中屋有张桌子 是专门摆放礼物的 好你个金胖子 拿张大千的画来将我的君博士 德叔笑着指了指金胖子 打开了手中的盒子 里面却是放着两块玉佩 一尾龙形 一尾卵缝 刀发细腻 玉脂圆润 并且玉色斑斓 粗看之下 就能分辨出五六种颜色 绝对是古玉无遗 德叔 这个可使不得 这两个物件 您可是盘了几十年了 庄睿看到德叔拿出来的物件 顿时被吓了一跳 连忙摆手推辞 这东西贵重 倒是在其次 关键是德叔 随身几十年的东西 深受德叔的喜爱 别说庄睿了 就是金胖子 和旁边的孙大胜 看到这两个玉佩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